今天有一個five down的那一首 兩次轉四分的時候四分都滿了 兩個進度不一樣 這個問題是我自己會習慣 我打八分會想四分的感覺 一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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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打八分會想四分的 就是會比較好抓 或是你可以 這有點難 我左腳也可以算 譬如說拿一個節奏 可是我左腳就是可以踩四分 可是如果踩還會有聲音怎麼辦 我會用 就是我腳尖會滴著 然後用腳根去算 然後我左腳再四分 這就可以不足你轉四分 然後就可以這樣做左腳也算 可以去練習的東西 會有點難 因為你 右腳要打八分 就剛才在練的 右腳打八分 右手打八分 左腳才四分 這是可以練的 萬一有一種就是 因為一般 俊宇是先學木吉他嘛 所以他會先習慣先壓這個封閉和弦 然後再轉PowerCode之後會比較方便一些 因為他就是可以把它悶得很清楚 這個又沒有聲音 所以有其他人容易聽到這個 電吉他很容易以後可能外面練團 你會覺得電吉他很容易很吵 就是因為他那個電吉他手的悶音要做好 就是左手的悶音就是食指 你的肉這邊一定要把它悶好 確定好 甚至刷很大 都只有三根 你刷六根弦可是都只有三根弦的聲音 然後俊宇比較特別的是 你會用中指去 就是有聲音樂 你會用中指去把它滅住 這還蠻不錯 然後大部分就是可以用十字就可以把它悶好 就是悶音的部分 然後另外一個小細節是那個弦音 弦音就是那個 電吉他的旋鈕一定要善用 因為很多地方抒琴搖滾的歌 那個弦音如果你沒有處理好 就是也是很容易就是大家會看 就是怎麼那麼吵這樣子 所以你在彈的時候 然後 自己慢慢就會下意識 就是用音量弦鈕把它調掉 然後通通完了 隔壁開始弄的時候 會這樣 就突然斷掉了 然後就 這個音樂很像突然瘦了一個聲音 所以就是那個第一顆弦鈕要善用 我聽到你的愛情是如何 想要認知到距離一下 我愛你一種路的感情 你愛你一種路的感情 愛你一種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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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ther multiplying秋風 不 Econom 我愛你一種未 lut 雨昏在裡 在你的秋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